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收了个短信 说她老公在这儿 周全是秦文的老公 而此时她正和别人享受着云语之乐 在8008 电话响了 姚力勾着她的脖子 眉眼如丝 示意周全别接了电话就走人 委屈自己 可秦文的电话周全是不敢不接的 毕竟她是家里的绝对权威 周全靠着她的娘家背景发家 且此时她还怀着周家的宝贝孙子 周全父母不在了 这是现在唯一与她有血清的生命 所以周全虽然在秦文运期出了鬼 也肯定只是在玩玩而已 老公 你在哪儿啊 我现在感觉肚子一阵阵的痛 周全瞬间窜起身穿衣离开 事情紧急 她一边系着领带 一边开着门 可刚开了门 却迎来秦文一个大嘴巴子 秦文推开她 静止往里走 拔开被子 把包砸向了姚力 一顿疯狂的抓拉撕扯 姚力虽怒 却不敢发作 她阴阴地抽了几下 向周全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可不想秦文打得更凶 周全搂了搂秦文 又隔在了他们中间 老婆 我千不该万不该 中午不该喝多了酒 你别动怒呀 对孩子不好 秦文见周全护着她 她便哭得更凶 闹得更厉害 周全无法 只得认着秦文发现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秦文动了怒 对孩子太不好 她打开皮夹 扔了一张卡给姚力 便走出套间抽了烟 打吧 打了解气就好 别动怒伤着孩子 姚力被打得狼狈不堪 拿着钱消失了一段时间 秦文却在难以控制的怒气下滑了胎 周全原本家里家外都滋润的生活 突然变得一片狼藉 周全心里满是懊悔愧疚 她细心照顾着坐小月子的秦文 以求你补亏欠 获得原谅 可她和秦文怎么也回不去了 秦文不再像以前那样体贴温柔 她励志气势地指挥着周全 天天查岗监督 电话追踪让她回家 让她没有丝毫自由 可回了家又是冷眼相对 不让她碰 不能说秦文不爱她 不愿意原谅她 可什么痛苦终究都得要时间来慢慢治疗消化 更何况本就怀态不易 这次流产 以后也不太容易有了 怎么自己对她百依百顺 支持着她的事业 料理着她的生活 原本畏惧生育 想着丁克的人 为了她 清心万苦地说服自己 去努力孕育保护着一个小生命 却还是会遭到背叛 清文无法说服自己 不去冷漠去惩罚她 时间长了 周全有些想离婚了 却又不太愿意 因为按着婚欠协议 她只能净身出户 这是不可能的 自己靠着岳父岳母才有了这样的惊慌 好不容易实现了阶级的转变 变得体面 净身出户 不就是被一棍子打回原形吗 正当周全不知所措时 姚丽再次联系上了周全 姚丽养好了身体 可心里的恨却难解 更何况 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她想了个办法便回来了 周全确实算不上好男人 可姚丽对清文的恨也生了根 清文比她姚丽强在哪儿 还不就是有个强硬的娘家 有个好爹 现在姚丽就要毁了清文的骄傲 一番鸡战后 腰力轻轻柔柔的在周圈耳边吹着风 她这么不依不饶 不就是一个厉害的爹吗 你在家多憋屈啊 她一辈子不原谅你 你一辈子抬不起头 你还不如让她主动来求着你好 她怎么会求我呀 她就是个骄傲惯了的大小姐 我也对她没什么感情了 更何况 她还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还不让碰 哼 要不是你回来 我不仅爸爸做不了 简直男人都做不成 周圈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也想离了婚来疼你 可离了婚仅身出户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岳父也不会放过我的 怕什么 你怕你岳父无非是他权重吗 可现在 权力这东西还不是今天有明天无的 到时候 他反倒要求你了 到时候你要留下我 我就留下给你生孩子 你不要我 我也就不缠着你 让你出口气才重要 那可是我的老太山呢 周圈叹着口气 你去帮爸爸跑动一下 老公 爸爸可是一直器重帮助着你的呀 秦文眼泪婆娑 秦文的爸爸被举报了 虽然自信家里清白 但几天没有消息 秦文还是急得直掉眼泪 现在能依靠谁呢 除了周圈 那些曾经的不快还重要吗 还是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吧 秦文虽然有自己的决断 但遇到大事 谁不想要个依靠呢 态度自然就软了下来 别怕 周圈搂了搂秦文 拦腰横抱他到床上 他终于第一次收到了 来自这个骄傲女人的示弱 他已经有点异化了 自己妻子的伤心与无助 与他却不是心疼 而是思思隐悦的快感 干什么呀周圈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是让你去打探爸爸的消息 秦文对周圈的想法很吃惊 他竟然这个时候 还想着与他温存一番 简直不可理喻 他嫌恶地推葬着他 完事了我就去 你整得好 我就跑得勤 才能让老头子少受罪 周圈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会对妻子说这样的话 这些年入赘得不快 让他在此刻 粗鲁地撕扯着秦文的衣衫 混蛋 忘恩负义 你有没有良心啊 秦文挣扎着骂着 恩 义 是啊 你 你爹 你们全家都是高高在上的 都是我要跪着奉仕的 不是吗 孩子生不了 人也碰不到 你当你是谁啊 不下蛋的母鸡 离婚吧 秦文狠狠地甩了周圈一巴掌 秦文不知道 自己一个高干千金 下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好脾气好性格地过日子 自己被背叛 自己流产 怎么就高高在上了 况且 周圈父母均不在了 自己父母辛苦照料着想两口 这算得着入坠吗 这一巴掌 让周圈有些清醒 又有些迷惑 他终于清醒过来 认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又迷惑 自己究竟爱不爱陪伴了这么些年的妻子 看着秦文虚弱绝望的样子 周圈可怜 也有一丝心头 但他学习 又想到了姚丽 那妖精一般魔人的样子 娇艳的样子 欲仙欲死的样子 让他意乱情迷的姚丽 让他自信满意的姚丽 能让他为人夫为人妇的姚丽 他选姚丽 离婚吧 可是救出你爸 你怎么报答 报答 好 你要报答是吧 好 不是我放了你 我现在求求你放了我 我爸无事回来 我就谨慎出户 对这段婚姻 秦文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期盼与期许了 秦文的父亲无事出来了 虽然深圳不怕影子歪 但父亲这么一折腾 还是瘦了 借添了不少的白发 虽说不是周全的本事 但秦文 已不愿意纠彻私缠了 一纸离婚协议 断了几年的夫妻缘分 秦文净身出户 只求断得干净 周全拥有着财产 与姚丽过了好久 风光无限的日子 姚丽也为自己的小计谋 暗自得意 抓奸仪式 本就是他故意让秦文知道的 他见不得这个怀孕的臃肿女人 总是只要一个电话 就可以让周全 从自己的温柔箱里离开 毫不顾及自己的感受 女人的嫉妒 让他毫无理智地挑衅着 他故意露出马脚 可他想不到周全这么拒内 竟然眼睁睁看着秦文 这么欺负自己 意料之外的重伤 让姚丽有点怕 又更咽不下这口气 可现在呢 秦文哪点比自己过得好 周全还不是被自己 整得服服贴贴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凉 男人永远就这么回事 姚丽精心服侍着周全 让周全如线密灌般 缠绵之下 一让一半的财产 都入了姚丽的口袋 打破两人美梦的 正是来自对周全 公司账务的追查 查出了不小的问题 周全却无人搭救 朗当入狱 姚丽呢 她有着从周全那儿 捞来的钱 她准备跑 可是跑得了吗 秦文带人堵住了她 秦文不像从前那般 颓迷了 她干脸精明 打扮得风采照人 却让人不敢多看 她已经查明了一切 她来报复了 原来秦文得到消息 宁明举报自己父亲的人 竟然是周全 她要钱 要自己低声下气地求她 却不要婚姻家庭和亲人 这个清清白白的高感家庭 其实对周全很好 因为好到把她当亲儿子 才愿意批评规劝 周全是从小穷到大的 原生家庭让她物质匮乏 容易见钱眼开 就容易失足入歧途 而秦家人的劝告与批评 也就是因为这些事 秦家人见过大场面 不会眼皮子浅 但在周全看来 自尊心作祟 让自己理解为 一家人假情高 看不起她 而离了秦家人的监管 周全出事便不意外了 秦文也曾经是周全 真心爱过 苦苦求来的 秦文终于还是去探视了周全 周全有些痴痴地红着眼 一切变化太快了 还来不及反应 可她在监狱里 却反思到了什么 周全 你好好改造吧 你我原尽 不用愧疚挂念 回头路不好走 但你还有个儿子 为他坚持下来吧 周全转了转呆痴的眼珠 玻璃外 另一端角落里 秦文妈妈 逗弄着个小婴儿 秦文爸爸目光深沉地 向她望了一眼 眼里却也有些许慈爱 秦文挂断电话 拢了拢头发 冲周全微笑了一下 经历一番 秦文还是曾经的秦文 可却也不是曾经的秦文了 秦文愣了愣 错愕了 好像回到了和秦文的大学 恋爱时光 秦文拢了拢头发 冲她笑了一下 她想 这是多好的女孩啊 她跟她说 我帮你绑头发吧 绑一辈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